小蝙蝠和朋友们 五十四 恐怖故事 小狗先讲了一个故事 接着是小猪和小奶牛 现在我要讲一个故事 小蝙蝠说 这是个很好的故事 但是很恐怖 好哦 小狗说 我喜欢恐怖故事 从前有一个邪恶的巫婆 小蝙蝠说 这个巫婆有个黑斗篷 小猫 小猪和小奶牛都睡着了 小狗和小蝙蝠仍然醒着 咕咕 那是什么声音 小狗说 我什么也没听到 小蝙蝠说 小蝙蝠说 那是什么声音 小狗说 小奶牛醒了 我什么也没听到 它说 我听到一些声音 小狗大叫 很恐怖的声音 你在干什么 小狗 小猫问 你要去哪儿 小蝙蝠问 我不喜欢露营 小狗说 我要回家 小的主题 小狗说 感谢观看